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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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同志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照例盘中 建古知青的一个解盘节目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大盘的一个部分 那今天的一个大盘 呈现的是一个开地之后 那稍微的跌幅收敛 那目前来讲还是呈现 下跌143點 那余估量大概是2173億 好 那其實我要跟大家講 這個地方其實整個風險已經擴大了 我想這幾天我都一直跟大家講 其實高檔你真的要記得賣股票 那我先講我們會員操作的部分 當然我們在前幾天有買進00632R 來進行避險 那其實到今天來講 我們多單真的 到今天真的沒什麼多單了 真的沒什麼 那我們有放空一檔個股 我想放空的部分 我想就不再多做說明了 那所以假如以現在來看的話 其實我要跟大家講的 這個地方真的你要相對比較保守 比較謹慎一些些 你不要跟市場這些人一樣 最近的融資你可以看到 幾乎都是呈現增加的情形 因為市場high了你知道嗎 真的high了 真的high了 那high了當然最主要是因為他害怕錯過 可是重點來了 他沒有想到這一次有可能 要跟過去一樣 所以大家要記得 你一定要記取教訓 過去的歷史的 過去的教訓你真的要記得 當然我不是說一定會 連續性的重挫等等 不管 我在意思說這個地方 其實他回黨的修正壓力大 既然大 那你的多單的部分 真的就要降低比重 較大幅的降低 甚至你要一些放空避險 或者是買台灣的史反映座避險 我想這部分我先跟大家進行說明 那當然你看一下日K線的部分來講 我想漲了2000 這邊漲了2000點 後面再漲個500點 這個地方其實你可以看到融資真的增加 你看一下 有沒有融資真的增加 真的在這邊的時候融資都不增加 你知道 你看喔 融資你可以看一下 這樣相對低檔的時候還是減 對不對 一反彈還是減 減到大概這個階段 已經從這個地方彈起來都不相信會漲 然後這個地方我不是跟大家講嗎 融資會慢慢的增加 因為你相信了 然後再拉起來 大家又覺得線型漂亮了 融資你看 最近123456 連續6天增加 123456 就這6天 這7天 這6天 前6天你有沒有發現 倒是增加 為什麼 因為大家害怕錯過了 大家害怕錯過這一波 可是你假如從線型的角度來看 這個地方是最近的相對大量區 大量區的低點已經跌破了 已經跌破 那我也說過 這一波段的攻擊盤它3到5天 尤其5天之內一定要過高 今天已經第三天沒有過高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 第一個大量區的低點 這個地方已經跌破 那當然最大量是這個地方啦 那近期的大量區的低點已經跌破 缺口已經回復 第二個 以這種線型來看 除非未來兩天大漲再過高 不然就代表這個地方的攻擊盤的部分 它已經結束了 至少會陷入整理的格局 所以假如說你從線型的角度來看 大概是這樣子啦 那當然我們是從 其實我說過 技術線型只是輔助啦 它真的只是一個輔助喔 我們是看未來的展望的部分喔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 眼光真的放遠 格局真的放大 眼光真的放遠 格局真的放大 不要天天當沖 不要一直想 短線上進進出出 好不好 好 那其實我要跟大家報告的 其實我們對於未來的部分 其實我特地做這張圖表要跟大家講 贏家在股市會成為贏家 一定是對未來的展望的拿捏 相對上來講比較高 準確度比較高 對未來的東西 你的準確度掌握得比較高 你就有希望成為贏家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 輸家只是在分析過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大家做股票都會輸錢 幾乎啦 因為你就在分析過去嘛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過去的數字 不管你的財報 不管你的營收獲利數字等等 你看你跟我講 今年前三季有意義嗎 現在都已經走到12月了 還在講前三季的EPS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 那個真的沒有意義 因為過去的數字 這些都已經確定 它不會影響到未來的股價 你真的 那營收獲者是獲利的數字的公佈 短線上超預期 超預期或不如預期 它會短線上影響到股價 這是事實 當公佈的時候 在那一兩天 可是假如說已經公佈了很久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所以大家都在看什麼 過去的數字 數字有意義嗎 它沒有太大的意義啊 那線型反應 線型也是相同的 它線型它反應的是什麼 是反應是過去的東西 就像你今天的線型好了 你猜得出來明天要漲要跌嗎 你猜得出來嗎 對不對 那你 好來 那你 我講真的好 那我們看五分鐘線好了 你猜得今天收盤 是會再跌下去還是會拉起來嗎 你猜得出來嗎 這個都是過去的東西 像你看到的這些都是過去的東西 就如同 你在這個地方 因為你已經走到這個地方 你看這邊好像是底部 當你沒有走到這個地方 當你看這邊的時候 你覺得會崩盤 你這邊把它用起來不要看 你覺得這邊會崩盤 所以你不敢買 我們那時候叫大家買股票 當你看到這邊的時候 你會覺得 這個線型不錯 這個地方都是買點 拉回來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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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買看 真的買買看 你就大力買 你就在這邊真的用全力去買 看你會怎樣 對不對 你最好是all in 我在講反話 不是在講 我是在講反話 你不要誤會 我是在講反話 謹慎一點 真的謹慎一點 所以我要講的 其實跟大家講的就是 過去的數字跟線型反應的 都是過去的東西 那個都過去了 你知道嗎 你要的是 所以你不要再揮別看圖 跟數字 過去的EPS 然後看現在線型 然後來講故事 那都是馬後炮 那是都事後解盤 那個有意義嘛 那個真的意義不大啊 那是解給不懂的人聽的啦 真正專業懂的人是要解 未來會怎樣子 所以在這個節目當中 其實我們一直提到的就是未來的東西 我跟大家講的是未來的東西 然後我們去做研判 我們要如何去操作 對不對 現在要謹慎還是要樂觀 這個才有意義啊 不是看看過去的數字 過去的線型 然後去掰一些的故事 漲的時候就講說漲 跌的時候就說跌 對不對 那像現在最近美股又跌下來 怎麼不再講爆了 我不是跟大家講過嗎 他不是偏割 他歌 音、歌都有講 只是市場找他想要聽歌的方面來講 對不對 那假如再跌下來 你就再看一下 大家就會講 那個又好像不是那麼的歌了 好像又變音了 因為又開始掰 他講什麼利率漫長久 你知道我的意思 漫高久 所以不要再看過去的東西 過去的東西來說故事 那真的一點意義都沒有 你要試圖了解故事跟未來的東西 你才能成為真正的贏家 你真的要了解未來的產業的東西 這些你才會成為真正的贏家 所以我們說 贏家是展望未來 輸家他只是在分析過去 所以他當然他會成為所謂的輸家 可是你可以展望未來 你的命中力 你的概率比較高 對的機會高 那你就可以偷偷成為贏家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 我想這部分真的 大家一定要了解 好不好 大家真的一定要了解 所以我們除了追求報酬之外 我們也非常重視風險 我們真的非常重視風險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像我們的持股比重來講 你真的要跟我們的持股比重一樣 不要去all in 好不好 不要看我們最近做的股票都對的話 你就突然之間all in下去 那會很 總是會有錯的時候 那你只要資金配置好 照我們的比重 其實說真的 你不會什麼受到太大的傷害 好 我想 這是我們跟其他分析師不同的地方 就像在昨天對不對 很多的分析師叫你們去買股票 可是說真的 我們都在減碼 昨天我們也是在獲利出場 今天也是一樣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想這部分先跟大家講 因為這個蠻重要的 好 來 那我想這部分來講的話 英國面臨失落了10年 歐元區不妙等等 其實之後你會看到一些的經濟數據 它的公佈會陸續的不好 那不管是歐元區的11月份的PMI指數 對不對 其實 這先來講 我要跟大家報告 巴爾講的曼高九 它是貫穿全場 好 那另外的 你看一下 中國 美國的經濟數據 其實有一些大部分 當然有些又與其他 大部分來講 其實慢慢的 都已經瀕臨衰退的風險 甚至於有的已經出現了衰退的危機了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嗎 狗魚主人 狗魚主人 大家一定要記得這件事 企業前景 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我現在跟你講說保守是不對的啦 你知道我的意思 可是那個也是我們的研究 我們的良心 因為我把投入顧當成是良心的事業 不然其實這個地方要招收會員 我應該跟你講來跟著我來買吧 跟著我來拚吧 我們來all in 我們來買漲停的股票 我們買的股票擋擋漲停 擋擋大賺 誘惑你 來誘惑你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真的這麼笨嗎 我的意思是說真的有些分析師 有些真的你就這麼的笨就相信了 那我也沒辦法 真的要客觀一點 真的投資人客觀 理性 股票是長長久久的 真的 相信我 你一時賺到錢 假如你真的是貪心 然後並且你又是非常的不理性 賺錢只是一時的 到最後的下場 就是輸光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一直就產業 就未來的經濟的東西 來跟大家進行分享 最主要是這樣子 好 那好 那這些東西 其實我想這些東西 我不再多做說明了啦 美國 英國 歐元區等等 這一些的經濟的成長率 明年的預估 基本上來講 大概都是呈現 所謂的一個負值的一個現象 我負值的一個現象 好 那這個其實有時候我在想 你看一下 什麼叫過去 過去的東西 可是你們不了解 就像那時候我記得 我不是拿N1B跟N2嗎 不是死亡交叉嗎 我說那又怎樣 那個是過去 那個是落後指標 你看那個落後指標怎樣 對不對 我記得那時候講的時候是在哪裡 我們看一下 我忘記了 可是大概在這附近 剛好10月底附近 這邊 大家記不記得 10月底 N1B N2 對不對 在9月的時候 他說死亡交叉 我說你不用理會他 因為第一個 那個根本不準 好不好 因為我們做研究做過太多了 然後在11月份的時候 如果公佈10月份 也是死亡交叉 你看還不是長 對不對 過去的 那是過去的東西 那個真的對你研判 一點意義都沒有啦 那個真的只是 有時候我都在想 你看一下 就像這個好了 熱錢到爆發 上月賄賂92億 有些東西是真的沒有意義的 有些東西是真的馬後炮 這些你就看看 所以我有些 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有些東西為什麼 因為我都把你們的觀念 導正到對的方向 這樣你在操作股票上來講 你對的機率就會比較大 當你都看這些 有的沒有的 當你都看這些落後的資訊 倒不如不要看 為什麼 因為看了落後的資訊 對你的研判更麻煩 你知道嗎 除了一點幫助都沒有 搞不好還會害了你 你知道 不幫你就算了 還害你 那你幹嘛看 說真的那不用看 所以你看一下 上月賄賂92億好了 這個是92億美元 11月份也賄賂 對不對 那3到4月份 今年3、4月份匯出 5月匯入 6789 對不對 匯出 10月10月匯入 那我問你 12月他要匯入還匯出 你先跟我講 不知道 誰會知道 誰會知道他要匯入匯出 美股假如持續的大漲 那他有可能就匯入 美股假如持續的大漲 他肯定是匯出 基本上是匯出 所以你去看這個匯入匯出 有意義 這看起來看 你看看 你看一下 3到4月匯出 對不對 這個新台幣的走勢 趨扁 5月匯入 新台幣趨升 10月11月 這個從6789 到6789這邊 6789匯出 對不對 新台幣趨扁 然後最近 10月11月 匯入 會趨升 12月 我問你12月是要匯入還匯出 不知道 我跟你講 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 我怎麼會知道 當然我們要看美股 就像來我跟大家講 美元到底嗎 我們的央行說很難講 確實很難講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 美元到底這一波的高點 是不是就是 這一兩年的高點 說明年底之前的高點 這個真的很難講 大家了解 為什麼很難講 因為我們是看未來掌握 你要看未來的經濟數據 美國的經濟數據 到底是如何 假如美國的經濟數據 越來越差 它搞到真的是跟衰退沒兩樣 我跟你講 美元也不一定會升值 大家了解 所以 美元這種東西 是一段一段 看它在反應什麼階段 股市也是一樣 你要看它 現在在未來 它會反應什麼東西啊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 我想這部分先跟大家講好 另外的 你看一下 最近的金融股 台股的金融股不是反彈嗎 最近為什麼會反彈 你看一下 其實 小摩對不對 摩根大通 最近 這個月的股 從10月的低點 是不是它也彈一段 可是最近在 稍微的 富國銀行 是不是也彈一段 可是最近 FISA 是不是也彈一段 這個還好 對不對 為什麼拿瑞士信貸 這個是最近兩年 瑞士信貸的股價 幾乎都是在破底 為什麼 我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最近 台灣的金融股會長 其實跟美股也有關係 因為美國反彈 美國的金融股也反彈 所以台灣的金融股反彈 可是當美國的金融股真的回檔修正 你說台灣的金融股 或者是美國的股市 開始回檔修正 你覺得台灣的金融股還會再漲嗎 你覺得那些縮險股還會再漲嗎 對不對 所以你要有一些的比較廣 就是比較廣大 廣泛的去涉獵一些東西 大家就了解我的意思 好來 那瑞士信貸 為什麼拿瑞士信貸 因為我要跟大家講 一家的企業 假如真的是展望不好 換句話說 就是它的營收獲利 真的沒辦法出現 所謂的比較成長性 甚至於出現大幅的衰退 我跟大家報告 股價縱使有反彈 這是週限 股價縱使有反彈 很容易再下來 很容易再下來 所以 我跟大家強調的一件事 我要跟大家強調什麼 就像最近 我一直跟大家講 這些股票你就看看就好 你不要去理會它 對不對 面板 你看一下 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面板的部分 優達 把它放大 讓大家看一下 對不對 說真的 這個指數它先彈了 優達的股價彈了 然後之後咧 指數真的從10月份 10月底開始彈了2500點 它有反彈嗎 因為我跟大家講過 你要看產業 不是谷底假如接近 或者是過了 它一定會V型反轉 好不好 產業的復甦 不是只有一條路叫V型 OK 所以產業的復甦有L型 有U型 有W型 還有V型 OK 所以 你就知道 產業 對於研究產業 或者是個別公司 它為了的展望 它是多重要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好 這部分我想面板 你不用去玩它 其實不管一兩天的漲與跌 除非它整個基本面 是大幅的向上 這個你看一下 12月面板價格 全面持平 漲不動 好 那匯豐下去 我想這個手機其實也不太好 記憶體對不對 記憶體來看一下 前幾天不是又一堆人在喊記憶體 其實我都跟大家講 記憶體你不用去理會它 你真的不要想太多 很多人長上來 就開始在講 記憶體怎樣 長上來的時候對不對 一定很多人在講 歌功頌德 好厲害 怎樣怎樣 我不是都跟大家講 記憶體你不要碰 彈起來你都不要碰 就像現在殺下來 你也不要去理會它 你沒有持股的人 你不要再去玩 因為這種東西展望就是 我跟大家報告過現貨價 大家記不記得 我一直拿現貨價跟大家講 跟合約價的部分 對不對 這是美光今年以來的走勢 這一波也反彈 看到美光最近又怎樣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 股票不是這麼簡單 股票真的不是你想像的 真的這麼簡單 看看現行 看看其他的 然後你就可以賺錢 假如股票真的這麼簡單 如你所想像的 真的這麼簡單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大家都有錢人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大家都變成有錢人了 那有錢真好 對不對 為什麼不是這樣子 因為大部分的人 絕大多數的人 看的東西都是不對的 你所依據的東西都是不對的 所以讓你產生了誤判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 好 所以我想整個部分 當然產業的部分 我想比較看好的產業 之前我也跟大家講過了 那看不好的產業 其實大家真的就趁這一波 這個地方真的談到高點了 真的賣一賣 好其實 不管你是要換股操作 對不對 或者是要賣持有現金 我覺得這個都OK 不過整體性 你要把你的持股比重 控制在真的低 非常非常 我以前跟大家講 進多單要非常非常低 非常非常低 其實就像我們的會 我們現在真的幾乎 搞不好還進空單 你知道我的意思 整體的部位 因為有些真的是進空單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有些稍微的進多單 一點點 假如知道我們的持股比重 其實說真的 現在理論上應該大概是 多單跟空單加起來應該是 Balance 是0 那比較積極的 比較積極的 比如說一些清代會員等等 那這些 它的部位就是進空單 就是進空單 我想這部分是不一樣的 跟大家來進行說明 所以整體性來看的話 其實跟大家報告 眼光真的要放遠 好不好 格局真的要放大 眼光放遠 格局放大 贏家真的是掌握未來 輸家才在分析過去 所以你們看我們很少在分析過去 我們講的都是跟你講未來 未來產業會怎樣 未來公司前景會怎樣 就像我現在跟你講 要解碼要保守 為什麼 因為我們從一些的經濟數據等等 這一些數字來研判 這個地方 說真的 回檔的壓力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我連續講三次 回檔的壓力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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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大 OK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說真的 投資朋友們 試圖了解故事跟未來 你才會成為真正的贏家 那當然我們除了追求報酬之外 我們也重視風險 我想這是我們跟分析師 其他分析師不同的地方 真的 我想你是我的會員 你應該了解我們的做法 你應該會了解我的做法 那當然你只要需要 其實在股票市場真的需要人家幫忙 你只要真的平一己之力 要在股票市場 因為 剛剛所提到股票市場真的非常困難 你要賺錢真的不容易 你要有人來幫你 你真的要有選擇專業的分析師來幫你 我想這也是一條捷徑 那當然你有任何問題 我想加入我們行列 你可以撥打公司的電話做諮詢 那最後祝各位挑戰 操作順利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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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